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今年年初 一名23岁中国籍留学生 在西班牙马德里街头身中多刀身亡 随后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 对该事件作出通报 敦促当地警方尽快急拿凶手 近三个月后 近日西班牙警方发出通报称 以抓获涉该案的犯罪嫌疑人阿德尔 为当地居民年仅18岁 据当地媒体报道 该民嫌犯还涉嫌去年一宗 在当地举行的狂欢节活动的谋杀案 一名在英国学习的学生 也在西班牙街头被捅死 他的三个朋友被捅伤 目前该犯罪嫌疑人涉嫌两宗谋杀案 据当地媒体指出 该犯罪嫌疑人在捅死第一名学生时尚未成年 但在袭击中国籍留学生时已成年 他会面临20年监禁 据南读此前报道 1月20号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作出通报称 当地时间1月18号23时许 一名中国留学生在马德里市中心中刀受伤 被路人发现后报警送医 19号清晨该学生抢救无效死亡 以西班牙来的脑暴养